欢迎大家收看晶片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NVIDIA的业绩 零售收益增长 本周需要了解的内容 备忘录称 OpenAI的Sam Altman因沟通中断而被罢免 被罢免的OpenAI首席执行官计划成立新的人工智能公司 请大家收看 NVIDIA的业绩 零售收益增长 本周需要了解的内容 Yahoo 芯片巨头NVIDIA的季度报告定于周二发布 而Lowe's 约翰迪尔 百思买和Zoom也预计将发布业绩报告 关于ChatGPT制造商OpenAI的Sam Altman被解雇 以及可能的回归的戏剧性事件 自从AI繁荣在推动今年市场上涨和微软 对这家AI初创公司的大规模投资起到了作用 这也将成为关注焦点 备忘录称OpenAI的Sam Altman因沟通中断而被罢免 金融时报 根据一份内部备忘录 Sam Altman被解雇为OpenAI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原因是与该公司董事会的沟通中断 董事会尚未解释解雇阿尔特曼的理由 但公司内部的紧张局势一直在加剧 包括对阿尔特曼筹集资金建立微芯片开发公司的担忧 OpenAI的目标是开发能够提高每个人的生活质量的技术 但OpenAI内部存在分歧 即那些希望将安全置于速度之上的人和那些想要快速部署公司技术的人之间 被罢免的OpenAI首席执行官计划成立新的人工智能公司 纽约时报 据报道 最近被免去OpenAI首席执行官职务的山姆 奥特曼 Sam Altman正在向潜在投资者推销一家新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Altman计划与OpenAI前总裁Greg Brockman一起发起该计划 关于新公司的细节很少 因为阿尔特曼和布罗克曼仍在努力发展 据报道 近几个月来 阿尔特曼向潜在投资者提出了几个新项目的想法 包括为人工智能开发定制芯片 以与英伟达竞争的计划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本周有几个重要的新闻需要大家关注 首先是芯片巨头NVIDIA的季度报告 这将是一个备受关注的事件 NVIDIA一直以来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表现非常出色 他们的业绩报告将会对整个科技行业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 还有一些零售公司 如Lows 约翰迪尔 白斯买 和Zoom 也将发布他们的业绩报告 这些公司的表现将反映出零售业的整体趋势 对投资者和消费者来说 都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是 OpenAI的创始人间 首席执行官Sam Altman 被解雇的消息 这个事件具有戏剧性 也引发了很多关注 OpenAI是一个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 他们的技术和发展对整个行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Altman被解雇后 他计划成立一家新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这也是一个备受期待的动态 对于这些新闻 我想分享一些个人观点 首先 NVIDIA的业绩报告将成为科技行业的重要参考指标 他们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非常值得期待 对于零售公司的业绩报告 我们可以看到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变化趋势 这对于投资者和消费者来说都是有意义的 关于Altman被解雇和他计划成立新公司的消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转折点 Altman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人物 他的新公司可能会给行业带来新的创新和变革 我们可以期待他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尝试 最后我非常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你们对NVIDIA的表现有什么期待 对于Altman计划成立新公司 你们有什么想法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谢谢您的收看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6度简报